湿疹出期,皮肤潮红 后来开始出现秋枕,水泡,浓泡,弥腊深邃,结痂,然后脱血愈合 因消养剧烈,抓挠容易破损皮肤,长时间不愈合 皮肤则变厚粗糙,皮革加深,像苔藓一样变化,有少量零血,下其多件 我们推荐一个缓解湿疹症状的食疗方案 紫酥,胡麻仁,青大豆,云豆,瓜篓子,芝麻,紫米,香米,小米,西米,黑小豆,烟麦,榛子,桂圆,核桃,腰果,百字仁,苹果干,桑肾,藕,各五克,熬粥服用 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,长期食用对湿疹有缓解作用 有的九旋小针略,每个人都能成为养生专家